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男性往往比女性口重 瘦肉的盐分太多对肾脏会造成一定的负担 常年如此出现问题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肾脏不喜欢太咸的食物 所以平时大家要吃的清淡一点 平时可以多吃蔬菜水果 鱼肉 鸡肉 还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注重养生 但是很多补品的成分肾脏都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担心 平时多锻炼身体 效果反而更好 平时可以多喝一点菊花茶或是蒲公银根茶 加快毒素排出 其实男性的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会出现身体各种小毛病 对于男性来说 前列腺炎是最易发也是最头痛的事情 那么前列腺疾病都有哪些征兆呢 1.排尿问题 有尿贫 尿急 尿痛 排尿困难 2.全身症状 乏力 虚弱 厌食 恶心或败血症表现 那么你知道前列腺的危害有哪些吗 1.引发妇科疾病 前列腺炎会传染给伴侣 引发各种妇科问题 2.引发尿路感染 前列腺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前列腺增生 对膀胱口造成压迫 引发肾炎或尿毒症 3.引发不愈 长期慢性炎症会使前列腺液成分发生变化 即使影响小蝌蚪的液化时间 导致男性不愈 建议男性平时可以多使用一些黑枸杞 对身体有一定的滋补效果 想要提臀受腰腹 那么就来每天做两个瑜伽动作吧 拉伸腹部肌肉 不但能够受腰提臀美化身形 还能滋养子宫 1.坐在瑜伽垫上 双腿伸直 脚尖回勾 上半身挺直 吸气弯曲右膝 将右腿收回 右脚的脚背紧贴在左大腿上 用左手去抓住右脚脚趾 右手抓住右腿的膝盖 随着呼吸 右膝做上下的摆动 注意右膝尽量的向下压 做十次之后换腿继续动作 每天做两足即可 2.取坐姿上半身挺直 双脚收回 脚心相对 双膝尽量的向外扩张之后 随着呼吸上下的摆动双腿 这个动作可以通过抖动双腿 来刺激骨盆部位的血液循环 每次做两到三分钟即可 今天分享的两个动作呀 不但能够起到提腿受腰的作用 经常做呢 还能滋养我们的子宫 让身体更健康 黑芝麻药食两用具有不干肾 滋五脏 易经血 润肠皂等功效 被视为滋补盛品 长期食用有医疗保健之功效 黑芝麻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能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水平 对血管健康是有利的 大家都知道 像肥肉 油炸食物里面含有的 都是百合脂肪酸 这个物质是对心脑血管不利的 入冬后天气越来越冷 很多抵抗力差的人 就会浮现感冒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一些炒熟的黑芝麻 因为黑芝麻性肝 胃平 对于缓解感冒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吃的一些黑色食物 像黑豆 黑米 黑芝麻 其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黄酮类物质等 常吃这些能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耳鸣的情况 平时可以喝一些蒲公英茶 预防感冒清热解毒 在减肥期间优质蛋白质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研究表明 优质蛋白质不但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 还可以加速身体的热量消耗 所以今天就来分享三种食物 减肥期间可劲吃 高效健康减肥 一 牛排 牛肉中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 可以在减重的基础上 为大家保留更多的肌肉 但是在减肥期间吃牛排 一定要注意不要油炸和烤的 用最简单的烤箱烘焙即可 搭配蔬菜一起食用 不但美味而且还很饱腹 二 鸡蛋 鸡蛋中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 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 可以帮助你吃更少的食物 同时呢消耗身体的更多热量 来提升身体的温度 加快身体形成代谢 三 荞麦面条 荞麦中富含高纤维 而且不同于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它还包含着大量的优质蛋白质 不但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 还能帮助我们减少暴饮暴食的机会 是不可多得的减肥食物 在减肥期间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优质蛋白是大家不可多得的减肥良品 不但减肥还能为身体提供更高的能量 要减肥的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